遠景巡邏發現前方這名騎士 他的機車沒有開頭燈 於是一前一後將人攔下來 而男子說他的燈壞掉了 所以才沒有開 但遠景還是對他進行盤查 不過就在檢查隨身物品的時候 突然摸到一包煙盒 裡面藏著毒品 夾基安非他命吸食器 眼看東西藏不住 男子為了搶回煙盒 當場和遠景爆發拉扯 硬硬的東西 我摸到了硬硬的 只見雙方扭打成一團 誇張的是 過程中男子竟然將煙盒 連同吸食器和軟管 一併放進嘴裡咬啊咬 企圖要吞下肚 想顏面證據 遠景立刻阻止 而就在拉扯過程中 造成該名遠景 左手指和左膝受傷 還是成功將男子給壓制 之後不只被一毒品 外防是條例送辦 攻擊遠景也觸犯妨害公務 最佳一等 經過法院判決 男子被判處三個月 有期徒刑